来说的话 鳄鱼的确要比猴子显得更加的 这个储在食物链顶端一些 鳄鱼还是这个版本 老大哥级别的一个存在 维鲁斯还是老样子 Gala对于维鲁斯的这个依赖程度还蛮高的 主要是考虑到即使选用女枪的话 标记人来存在第三手 拿布隆去进行一个counter的一个考虑 而且维鲁斯的对线能力 在目前的AD池里面算比较强的 那这边就要看 这手剑膜敢不敢拿了吧 因为其实KINGEN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有使用了七次剑膜 但这个剑膜毕竟是天然被鳄鱼稍微压制住 铁男 我发现标记是真的拿了色提都往辅助位去用 效果也确实是不错 不管说是对线上面那个能力 还是开团那个能力 但是你要说铁男打鳄鱼 你要说好打他其实也不好打 他前期依然是一个会被压线的一个对线情况 那后续留中辅的选项 搬去卡萨丁 Dominus肯定要稍微搬一下瞎子之类的英雄的 黄基 黄基左一吧 应该是这两只 卡萨丁蓝博 蓝博确实可搬 虽然说西叶真的玩得不多 对西叶比较爱玩刺客 把布隆搬了 那我觉得西叶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不然的话你拿这首黄子 其实我会感觉意义不是那么大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妖姬配上黄子的话 就没什么combo 就一加一还是等于一加一 他不会大于二 因为在我们的更多的比赛当中 可能黄子加上蓝博 在中期的一个作战能力会更强一些 对 打着combo流嘛 但这要看选手的一个个人喜好了 那进一步保护野区 办了雷克赛 那看 国豪有什么可选的 千决是一个选项 千决是一个在野区好打黄子的选项 但是前期的主动性就相对要弱一些 巨模也在 巨模的话 可能就是把他没什么人可以好吸 千决锁下 再加上在10.6版本稍微buff过一点 千决在最近的场上表现来说 其实都相当的不错 尤其是前部手Haro刚好也是RW打 B要记得那场的那个千决 他的成长攻击力提升了 W和R的回血也提升了 但是这个英雄更多的在前期还是以刷为主 后期的话反手能力强一点 就节奏性不会来那么强 那么这把他们的一个节奏可能又会放缓一些 马克还是把泰坦锁下 上把的泰坦玩得实在是蛮难受的 队友全蹦 那看西叶怎么考虑吧 还是妖姬吗 老刺客了好吧 对就是 其实你如果说是拿妖姬的话 就反正你fofo就算掏左移也能打 现在就加里奥和兵女 对吧 是比较符合BRG他们这个阵容特点的 是但是就问题就在于你如果拿妖姬人家fofo是可以选择不跟你硬碰硬的呀对吧 我可以选择线我就拿个工具人我就推你的线 可能DOMNES这里考虑到的一点是这一场野区的一个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像上一场你毕竟是一个奥拉夫所以说fofo这边聚意到野区正面小公伙的混账可能打不过但是这一场毕竟是个千绝那么压力就会小一些而且千绝的话其实相较于奥拉夫来说前期也比较怕这种妖姬的突脸 确实而且尤其是BLG这一把上野相对于上一把来说他们的上野碰撞能力是要削弱了不少 虽然中路依然是这个加里奥对阵妖姬的一个这个对线但是依然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能推线但是你不能换血能推线的情况下基本是推完线先动可问题这把比赛对于国豪来说他其实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主动入侵的一个功效 所以其实两边这把比赛Dominus在蓝色方他其实有把这个BLG的上野这个两个英雄池其实有针对到 是你这一手鳄鱼在前三手选下来之后就逼迫到BLG没有办法再去拿这种线霸级的英雄了 对半奥拉夫抢鳄鱼这个算是Dominus在这一把里面做的不错的一个调整但对于他们来说做这个调整也就意味着皇子这一手拿下来依然对于整个阵容来说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润滑技 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依然还是需要去做一个各自为战的一个考虑但是前期的对线难度相比上一把是大大的下降了 是这一场的话就不会存在于上一场出现的那种一波团结束一整局的这种情况了 是的其实我们回顾上一把来说我个人认为可能Dominus的决策是让他们最为崩盘的一个局面吧 就是他们太想帮猴子挽回烈士了 但他们选择的是把下路本身可能还有一点优势的这个维鲁斯跟泰坦叫上来四包一 可问题就是你四包一即使越掉武器大师你的整个局面还是崩的 所以这把比赛Dominus调整了阵容之后跟BLG两边要进行最后决战的一个较量了 是Dominus这个阵型调整之后整个的大型方向是不变的 那么就是帮助到自己的一个中上野在前期的一个压制力更强一些 而BLG这里这把节奏会要放缓一些 要等千绝和卡莎这个双射手体系的一个成型才能够去接一个正面的团战 是小鹏前面应该要去多控国豪的这个印记的 哦上来盲视野Q一下 刚好把阿乐这边打到一锤子 上下上下上一把的曲线倒是还蛮蛮在理的啊 这个上一把好像是全期看好BLG的阵容 依然是插了个眼换扫描野辅二人在Dominus这边都是这么做的 天赋的一个选择上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 哦国豪这边是一个致命节奏的致命节奏的签局啊 最近签局其实大部分还是以政府者为主 致命节奏的签局也算是一个心理级啊 卡线 新魔卡线卡莎帮野 小鹏这把的一个刷野路线还是选择下班去开之后直接去刷上半区 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帮助到Nacho在前期的对线上面敢于去压制 啊这一波看的三个近战兵的血量很低 知道金角要上来给艾卡西亚暴雨去补兵 直接先行动手 这样的话干扰了一下金角的一个补刀 来了皇子的经典干客二级抓 这双buff提着大级就往上跑 但是没什么机会 有点勉强 看皇子这波怎么抉择吧 这一波抉择会决定前期很多的一个动向 二级皇子碰到三级的国豪 这一波我觉得小鹏如果说拼整件没拼到的话 这波他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必须得拼整拼到才行 这波他没逞 哦他都没逞 没逞 最后Q记得 这 他蛮有节目效果的 是 我刚刚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小鹏这不应该是要拼整的 但是你提到的点就是小鹏是没有成绩 但是孔啊国豪也没成绩 那这样的话三级的皇子来到冲路 这波直接EQ逼出风风的闪现下路地坡 下路怎么回事 二级月塔 有点嚣张 这其实是有点嚣张 相当嚣张了 两发塔直接把满血的嘎啦给带走了 这个塔也太痛了吧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二级 2V2直接月塔的情况啊 蛮夸张的好吧 这个确实 那 新魔这个位置是没有被发现的 诶 诶 直接 我给到的妖姬 算是吧 好消息 千绝这波的应激正好刷在上半区 在利用对方抓下的时间段拿下了第一个应激 还算可以接受 来看一下下路是Dominus这里 传了一大波的一个兵线 想要利用前期的一个双人组的优势进行一波月塔 但是伤害不太够 防御塔的一个伤害会比你更高一些 嘎啦 满血两发塔的攻击带走了 对 人都晕了 小鹏拉回来打一套 这波阿乐不太小心 小鹏这里的一个刷野动向还是往上半区靠的 中路西也依旧是和Fofo打的你能我能的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吧 因为这两个英雄确实对线1v1不太能产生击杀 我觉得这波小朋友来了 一个睁眼插下来 但是KINGEN的位置太差了 直接把W护盾用了 这个应该是要闪现躲EQ吧 EQ闪没跟上 但这个位置直接闪现跟 咬到了 EQ闪没跟到 但是鳄鱼还有闪 这波KINGEN线太长了 导致自己被杠壳死 那旁边的话 心魔跟国豪两个人野斧联动 可是这个野斧联动其实蛮难的 所以应该是要帮Fofo推波线赶紧溜 下路这一波拼了信号 想来 国豪想来 这位置是没有视野的 看一下Gala 如果选择再往前走 是有点危险的 身上是有闪现的 这位置打一套 直接逼出了Gala一个闪 走位躲掉了虚空索迪 蛮关键的 这个虚空索迪 如果中了的话有机会 是 但这波线应该是要被金角给控住了 就要抓了一波维鲁斯的回推线 那这样的话 维鲁斯前期虽然压了二十多刀 但这一波线给金角控住呢 金角舒服了很多 嗯 其实前期这五分钟打完 明显可以看到Dominus 在经过了BP上的设计 这把上野舒服太多了 是的 是的 而且小鹏 怎么会是一而再再而三 小鹏今天确实很大胆 他很敢想也很敢操作 包括前面那个 他很针对上路 就包括前面那个 他在没逞的情况下 赶进对方红区 当时也是确实 但是这波带了西叶来 是啊 Kinja 欢迎来到LPL好吧 虽然同样的Dominus 也是一支新军 但是这一波好像 不太好上 因为看到FORHO也miss了 虎头蛇尾了这一波 那这一波国豪 有点亏 这波你在上路 浪费了太多的一个时间 不要去直接下路拿龙 这等于被摆了一道 本来想欺负一下 有点无脑帮上了 说实话 因为这个时间段 小鹏已经刷新了 上路又没有下无限风的 地图资源的时候 你还是要照顾一下 下半区的地图资源的 而且刚刚主要是看到 这个铁南6了 看到铁南6了 确实不好动 说实话 有铁南的情况下 一般都不会去上路抓 本来有铁南 大家都不会太管上路的 就你6级前 一般来说6级前搞一波 然后后面囤线 然后比如说 6级打4级这种 然后再囤波线 然后再抓一波 基本铁南就炸了 但是第二波上来的时候 铁南6呢 就作罢 但在前期对线期 打出来的经济差距 还是实打实的 现在接近1000的一个经济差 但这个经济对于BLG来说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是 他们后期的一个双射手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还是同样的道理 Dominus必须要在前期 把自己的一个经济给扩大 那么在优失到 一条水龙 风龙的情况下 我觉得 接下来 霞虎先锋刷新 小鹏还是可以往上靠的 他还得帮西叶拿个蓝吧 Fofo拿了蓝buff之后 这个线上能过得舒服不少 但是现在西叶打得特别凶 因为手上有一个仪式的篇章 就像这个仪式的篇章 这个升级 就是回蓝的这个被动 对于很多的这个中单来说 算是前期没有蓝buff的 一个重要的续航机器 所以西叶现在保持了一个 相当不错的限压 然后回头再拿个蓝的话 就会更舒服一些 这把摆明了就是 打一个中上野 中上野改善 同时下路2v2 对线DMO这边也是更加舒服一些 但上路Kinjin这里的一个对线 打得也不错 回去之后补了一个小背心 这个小背心 啊 看一下BLG的下路窗战组怪了 啊 顺便这一圈圈没收到 但是杜朗护盾给到 这波我会有RW齐飞 但没什么效果 转头直接拿峡谷先锋吧 这波BLG是应该是要变奏的 主动变奏 那这个节奏就被BLG牢牢掌握在手中了呀 但是同样的下路 DMO在吃塔皮啊 所以DMO这边是做一个选择 就是我把这个下狗青猫放进嘛 然后我下路吃塔皮 嗯 但BLG这边可能会直接选择 把下狗青猫放在上路 给下路双人组吃 但是这样的话下路双人组也不亏 选择先回去了 而且KINGEN TP到下路首线了 就这样的话就至少不会让下路的这个塔的水量掉太多 以便接下来BLG抢这个医学塔 嗯 那可能他们还是想等下条龙刷新的一个时间段 利用峡谷先锋去牵折一下对面 龙还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刷新 现在双方肯定要回程之后来抢一下中线 POPO直接裸水银鞋 以示尊重 前期被西叶线上的压力给他还蛮头疼的 然后现在DMO的野斧也动起来了 目前为止 双方上来都没踢 对然后国豪现在应该也是只有一层印记 然后双人组去控这个印记械了 西叶这边 国豪这个峡谷先锋什么时候出手呢 应该还是要放在上半 然后同时双人组硬保这个印记械 也给到国豪吃 还可以 国豪这样的话两层印记了 那下路感觉又要动手了呀 看一下Dominus这里的选择 可是下路想动铁南实在是不好动啊 这个只能说去硬抢塔 但是这一波Kinggan一个人把所有的 献给清光了之后 这个医学塔可能不太好抢 拨两层塔疲劳原地放 哎不放吗 省了一手 那这个位置Dominus还是不止心 EQ直接淘起 被拉倒了 直接开启轮回绝境 走位躲一下对方的一个拉 同时队友在方方填毯 马克 马克怎么了 马克 这是 这波是怎么回事啊 来看一下后续这边 西叶也来到这边参长 这波Kinggan是没有大的 但是没有陪戏了呀 那这波DM亏炸了呀 上路下路前方二塔别装 上路下路前方二塔别装 二塔掉了呀感觉 这波真的雪炸 这怎么回事呀 Dominus这一波想动铁南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 然后同时马克这一波顶塔 莫名顶到塔 而且白交了一个死亡闪现也是 我觉得铁南都把嘴都笑脸了好吗 而且BRG这波上路二塔 推掉之后回程 还可以再往小龙处去 那Dominus就有点难受了呀 这波幻线区的运营 DMO真的学亏 经济被BLG反超了 现在得赶紧拿这条小龙来指指舍了只能 这条小龙不拿的话 Dominus的节奏压力会变得非常非常大 赶紧拿吧 选择直接开 BLG第一时间应该来不太急了 千决刚刚出来 但无所谓 BLG其实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们也没什么 没什么立场再去摊更多的东西 但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Mark是怎么被顶到塔的 点燃 点燃 他的点燃在轮回绝境里面 还在烧着这个铁南 导致他自己顶塔了 然后他不知道 这太难受了 他本身扛了两下已经往外走了 然后再重新回到防御塔的范围内 主要是 主要是你在那Mark的视角就是 这个人突然在你面前消失了 然后突然塔开始打我了 然后他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 我估计Mark自己也很萌 但是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 帮他解答就是这个点燃的问题 西叶现在中路已经不太好压制住这个佛佛了 等佛佛的一个火箭腰带做出来之后 基本上很难消耗到他了 而佛佛的一个推线速度会来得非常快 西叶还是得等自己炉登 现在很多的法师英雄就苦于这个炉登这个东西 太难合了 不等卢登出来 西叶的推线力度就跟不上 就必须得双踩 你一次得交一个交一个大招 虽然说这个大招的CD已经算是偏短了 但是前期一级大招还是有 这个40多到60多秒的一个CD 所以对于西叶来说也蛮苦的 主要是BLG这边他的一个想法非常的简单 就让你妖姬没有办法游走起来就可以了 现在西叶确实是被对方困在中路 因为对方持续的用自己的身体的血线去跟你换线 你也走不太开 对 而且这一把你要说这个妖姬啊 我仔细想想妖姬往后的一个发挥团战发挥 其实真不算特别好 因为右边有有这个杜朗护盾的嘲讽在等他 心魔的这个大招在等他 然后同时还有个这个Kinggan的大招在等他 这三个大招就这三个控制技能 基本上就会让这个西叶会非常非常头疼 所以真的往后打团 其实如果要打团战的话 我还是更看我BLG后期的一个团在这儿 对而且BLG不急还是那个道理 但Dominus这边其实前期的一个节奏 并没有特别好的发挥出来 帮了上了那波还不错 但是声音就好像就此停止了 运营失误了 那波是真的很大的一波运营失误 防御塔的一个镀层双方是持平的 但是这边应该是金角啊 吃到了比较多 右边是AD辅助跟打野一样多 都是265块 两边杜神前倒是持平 但是对于Dominus来说持平绝对不是很想要的 哇闪现上来火箭腰带 直接一套素质三连关进来 小黑屋里面一顿毒打 直接再给一个Q 一狼头敲了两百多血 感觉高蓝有点打不过呀 这哪打不过呀 打不过这个被动直接烫死了 同时出来的一个Kinggan这里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在第一时间并没有人去管他嘛 前面就直接做死他了 Mark这里应该走不掉了 烈索版的进场 同时杨林升级开启 这一波B2G感觉大获全胜啊 是 这个GALA第一时间被处理掉的情况下 就基本上左边 你会发现就妖姬没办法偷伤害 因为这几个大汉抱在一起的同时 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等他一套一套的Poke 一旦这个团战就直接开启的情况下 他也没有去秒人的一个能力 FoFo直接正义冲拳冲上来打一套 主要还是这一手蓄力嘲讽啊 会给到西叶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你不敢踩到对面脸上去 你可能有去无回 就右边两个大招即使没了 这个杜朗护盾都还是在这等着你 毕竟是一个小技能 然后西叶现在只能不断的打游击 西叶这个位置不走吗 直接被拉了回来 还有一个双踩 招住自己的摩尾民踪 拉开身位 但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 西叶在对面这种阵容的压制力下 不太好发挥Poke能力 他其实挺难打的 而且这波King Gun很破断 闪现火箭腰带 直接轮回绝境里剑 同时Gala已经处理的比较不错了 利用自己的一个腐败锁链撑了一段时间 如果是别的ADC可能早就交代了 是的 这就是2020ADC的真实面棒 好像在10.7版本 10.8会稍微加强一下AD了 是吗 我早上看的那个Nurve名单里面 赫然在列的是有厄飞流斯 维鲁斯等等ADC 其实我今天早上看很多的玩家 其实在怨声载道 但是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个比赛来说 Dominus回头要Rush掉这张峡谷先锋 而国豪在上面其实可以Q技能下来去抢 但看国豪的一个动作好像是不打算抢了 这个位置好像想跟对面打架了 对想打团不想抢这个霞先锋了 但是这边谁开团呢 心魔有闪的心魔正面 他其实没办法说闪一线 直接把人抱回来 所以这一波BLG好像在角色上面稍微有点搓他 双踩上来直接把国豪踩掉一半血 你要么就第一时间踢下来直接跟对面抢嘛 要不然就再下路带线准备接这条龙团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对方快打完了再踢 你在没有什么先手开团能力的情况下 就有点浪费技能了 是会蛮怪的 然后心魔现在只有半血 这个辅助的万豪也不见得能够站住太久 而且现在西野还不待得在偷伤害 一拉想要尝试性拉一下 BLG这个阵容其实开团就只能依赖于心魔 正面一勾 但是勾这个被抢挡了一下 正面霞谷前锋一撞 中路的塔的血量还比较健康 这波只是一个吊虎离山 想要直接去抢河道的视野 但是霞谷前锋是很迅速的被标记处理掉了之后 这个河道依然没有能站住 西野依然得找机会 旁边和口落单 但说实话 Dominis这个阵型要稍微向后撤一下 你这个位置有一点被包的危险 哇 老西野现在需要回家补给 然后TP出来 而BLG正面的现眼 应该是看到了西野回程的一个举动 那 同时他们下路的兵线是有优势的 Dominis这条龙肯定是放了 是 对 你鳄欲往下走 就没有办法去争了 哇 那这样子的话 两条龙都获取 BLG的优势再进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千诀已经受六层的印记了 他这把的一个发育还不错 这把火龙魂 火龙魂的收益 对于右边来说 其实还不错 挺高的了 他们双射手非常需要火龙魂 而且再加上就是 你对于金角这种后期可以不断用W去Poke的这种角色来说 他拿火龙魂等于 每一发Poke带个火龙魂的AOE伤害也是顶不住 下DMO需要一波团来破局啊 上校给了一个接近六四开的局面差不多 DMO这边还是同样的 让西叶先进去Poke一下对方的一个血型 然后小鹏找机会进场 配合上鳄鱼 打一波控制 让Gala可以输出一下 这是他们所理想的一个完美团 是 但左边这个阵容 我觉得依然还是 还是千诀这个点 其实挺针对到他们的 你第一波的一个进场 会不会对方阳雷深息化解掉 对 所以其实就是你会发现 即使西叶的发挥环境不好 但这把依然得看西叶 是 他很重要 对Dominus 依然得看西叶的发挥 OP选手再次给到Kinggan 这个铁男 前期日子山过得不好 但是下路一波 这个机会还是抓住了 Fofo冲到阿乐脸上了 双方碰撞了一下肚皮 但是这个大理石做得好像 花钢炎做得好像还不太好下口 现在正面的所有的视野 全部被BLG给占住了 大龙时刻 好吧 哈皮加倍 这里也是给到了 双方的一个击杀 男爵的胜率 可以看到BLG这边是很高的 上把我们也直到了 这个位置直接跳回关子爆 爆出对方GALA GALA交出自己一个闪现 同时 英雄登场也落下 这个位置EQ2连想要 直接秒对方辛勃 辛勃这里 位置和自己的队友 有些拖鞋先被秒掉了 后续Mark进场 控控Fofo Fofo第一时间闪现 隔墙拉开身位 闪现双踩 这边国豪直接出20升级范围 被谢一涛给带走了 然后Kinggan 转头 拉了个谁 拉了个阿乐 阿乐好像不太打得过 他正面的话是一个四打二 所有的选手要打阿乐 出来再打 Kinggan这边 米奇面包屋结束了之后 只能出来发现五个人围着他 一顿群殴 这波BLG上得有点着急 第一时间 开的一个目标是不错 但是没有人可以跟上 因为对方毕竟是有双招的 对 主要是DMO两个闪现 非常迅速地拉了出去 而后续的话 那个地形 让辛摩走不出去了 就这一波 这两个闪很果断 但是辛摩回头这个闪 没果断交 辛摩必须得闪现躲EQ 他不躲一颗 他就是必死的 因为这波进场之后 金角其实不太敢飞进去的 因为你飞进去边上太太 人家皇子虎世丹丹 他肯定不能这一波 所以 这波BLG的先手开团 其实和自己的队友沟通的 有一点不到位吧 没有办法把伤害衔接起来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时间点的金角 他的装备还没有到那种 可以接管的地步 就是你比如说他这一波 如果说是有一个摩切 然后有一个飓风的话 他这波是一定飞的 对 他可以飞进去 然后正面由那个 正面由千诀顶着 然后他飞到后排去 他这波是完全可以飞 可是他的装备还没到那个阶段 但这波打完 对于标记来说 好像是这个大龙倒是没丢 那 丢了几个人头 人 经济方面依然还是优势 Dominus这边的话 西叶 问题就是西叶啊 这几波打肥了 但肥的有限 好吧 他目前为止 虽然说是三杠零的一个局面 但是他的鬼术还没出来 确实西叶也是 不得不说 在这么艰难的局面下 也是能找到机会 很敏锐地捕捉到了国豪 走出杨林神奇的那一瞬间 他又是一套 直接想要把这边国豪的技能 能打出来多少打多少 对 电行 一套爆发 伤害直接下掉了国豪一半的血量 就前面立着两个大汗 他也是真的敢穿过去 下一条龙还有半分钟的一个时间 就要刷新 B2C这边选择 回程补给一下自身的一个状态 同时下路带线 中路给压力 但Dominus也不想放这条龙的 帮凤凤拿个蓝 这个听牌龙 Dominus是不想让标记拿到的 先行在这一块做下了视野 这一波叫还是一样要看西叶的发挥 而右边的话需要盯防西叶了现在 对 现在Dominus兵线上是小优的 中下两路都是他们拥有限权 那么就可以先行到河道处 布控一下视野 在视野有先机的情况下 西叶就非常的好发挥 而且金脚的摩期啊依然没好 双踩上来很快速的回去 没有给到任何一点破绽 金脚直接下了慢血 Kinggan第一线被开到 转头直接拉了一个米奇麦麦 把Mark拉了进去 在旁边星摩直接一拥而上 后续跟上了FOFO的一个输出 可是星摩已经第一时间倒地了 小鹏跟NATRO赶开对方后排 这时候金脚直接突到对方后排正面 而Kinggan Kinggan好猛啊 一个人追着对方这个西叶在打 而且旁边双射手 已经清理掉了残局 这波Dominis虽然说开得非常的果断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金脚的位置没有人去管到 所以说金脚等到对方的第一波 控制全部打完了之后 找机会先杀前排再飞后排 是 让Dominis阵型完全被打散 而且这波团开启前的那一瞬间 我看金脚的摩中 还没有转好成摩期 他应该是在开团那一瞬间 我不清楚是在团中变成的摩期 还怎么样 让他的这个伤害直接提高了一大截 Dominis这波开团 没有人去管到他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 而且维鲁斯倒的也蛮早 就其实你要说Dominis 能接受那种完全一波all in的局面吗 其实很难 就你真的要正面一波all in的话 左边缺少爆发 这是一个问题 他们是个poke阵容 poke阵容 是最怕对面强开的 你看这波开他们的想法很好 第一时间先杀对面前排 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 Gala的位置其实不错 但是Fofo 这个King进来了之后 直接追着你后排一队乱砍 而且Fofo这波打得好 Fofo几乎是单切掉了维鲁斯 这一波是第一时间维鲁斯在正面 被心魔逼出了进化之后 Fofo正义冲拳冲到了这个维鲁斯的脸上 他一套伤害基本把满血的维鲁斯 全部给打掉了 这个游戏就是守护AD 好吧 谁能够保住自己的双C 谁就可以站到最后 那明显的上一波团战的话 是BLG这里的一个C位活到了最后 所以他们胜利了 你要说输出环境的话 肯定是右边的这个两个C位输出环境更好的 BLG带着这个大浪buff 我选择了一波4-1的分推 中路防御塔直接拔除 还要压到你的二塔前 而下路的话则是西野去稍微防守一下 感觉Dominus这波只能说 用上路的经济稍微弥补一下 这条大龙所带来的经济劣势吧 依然还是拉开了 现在中塔一爆依然是5000的经济差 这让Dominus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困局 就是GALA闪现是有的 可是这段时间清兵蛮累的 而且西野真的要去单防Kinggan的话 他也只能在塔下防 他一旦把自己的魔影迷宗交完上去清兵 Kinggan一个心情不好 直接给你关到小黑屋里面弹心 嗯 BLG的一个转线做得非常的快 中路推完二塔之后 由FOPPO一个人正守中路 其他人转至下路 给到你兵线上的一个压力 Dominus这边他们开坛手段是强 但是这个时间段 他们能不能开到对方那个后排呢 只要这个金角不被限制住 那么BLG他们拉扯开来之后的 后续输出能力还是很强的 而且国豪无尽也在手 劳同时金角三剑套 现在就等Kinggan一个纳什之牙 接下来 这个团战Dominus很难打呀 尤其是对于GALA来说 GALA一定需要个水银 这波是杰海格斯闪过来 把小鹏 这个 蓄力后拳如果打到的话 小鹏直接没了 对 这一下甚至不用中心地带 直接打到边缘地带 他物理上还都可以直接一套带走了 打退了对方小鹏 之后BLG这里还要再做一波压境 他们势必是想拿到一路的 但这个位置稳妥起见 先破一个中路的防御塔 哇 交踢了 交踢宝兵 交踢宝兵 宝兵一拿你下路 波波跑得飞快 在前面 尝试的骗你一点技能 下路的这个高地 应该是一拿就走 Dominus是想要尝试性留人的 我看小鹏这个位置一直在找机会 但是不是太敢进 是 现在BLG只需要回去 处理一下自己的装备之后 利用自己下路超级兵的优势 带一下中下两路线去 拿这条火龙魂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卡莎解决不了了 卡莎还做了个秒表 八皮给到了男爵buff收益2800 不高 是但是5000的经济差实打实的 好吧 接近6000 接近6000的经济差 Dominus的大龙防守 其实做的还算可以了 就没有被对方破两路 主要是最近蛮多看到负的 负的经济差 还有几百的那种 都蛮多的 所以2800我觉得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正常 比较健康的经济差了 不能太贪心 对吧 是但主要是这个龙魂团 这龙魂团怎么接啊 这位置西魔想要开 闪现拉 拉小鹏 这个开法是不是有点过于勉强了 西魔 是 这位置第一时间还没有选择交大 但是正面的话 拼着被比较掉了 单杀 直接控到他之后 上单先被秒 但西魔这个位置 也和自己的队友托吉 拿到了一个双杀 天魔精力直接盖盖了 对方两个人 那时候本能拉开身位 逃出对方的一个墙内 但这个位置千决的状态 也不是特别好 大招都没开出来的情况下 直接被秒掉 瘋瘋交闪 隔墙拉开身位 但Dominus想要做继续的追进 哇 这波金角敢不敢飞 金角有点想当英雄的意味 他这一波但是印记消失了 金角只能慢慢地打鳄鱼 正面 打鳄鱼狼旁边的话 英雄登场接宝自己的AD 金角一套接把阿乐给融化掉了 那这一波打下来 其实是一个二换三的局面 Dominus吃到了苦头 赶紧点回去 但是这个火龙 应该是有点难去争夺了 我觉得Dominus其实也有犹豫了一下 要不要去动这个双C 而且好像虚空所敌 打断了西叶的回程 那这样的话火龙魂 应该是落入BLG的囊中 这波已经是BLG开的 稍微有点莽撞了 而且GALA又是如来一箭 对 主要是正面 GALA很果断地腐败锁链 把这个Kinggan给秒掉了 这个W配合火龙魂 轻角这一把很舒服好吧 这个只要他不就是贸然地飞进场 就基本上他的发挥股间是非常大的 看一下Kinggan怎么被秒的 他这一时间走到对面脸上去了 其实可以看到队友是不在自己身后的 对 BLG的阵型有一些分散 GALA这个 我没想好是打上边还打下边 因为这波开得有点勉强 说实话 对 就你如果说猎炉 你不 你不拉第二个物件的话 你是没有暈眩效果的 那这波BLG回头 直接弄大龙 而且他在飞快 因为你下路是有超级兵 给到门牙塔的一个压力的 这边大龙直接被Rush掉了 冬天司队怎么说 他会把你直接爆爆到对方 后排的第一集感觉心魔 要交代掉了原地 交出自己的一个街震 能不能自己来巨红拳打了一下 但是无济于事啊 马克在这边的鼻子漫漫屋里面 最后被一锤子敲死 旁边的话 这边西燕双踩上来 把金脚直接踩踩 风火的路老部队 没有超过头大 可是国豪没有人管 这双射手 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倒了 现在是金脚接猎手本身上来 进入到了一个收割的局面 那这一波打完一换五比赛 应该是结束了 这波对于Dominus来说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因为你如果真的回程 去手下路的那波线的话 放大龙这个阵容拖到后期 也不是特别好打 是 那我们也恭喜BLG吧 在2比1 憨战最终拿下了Dominus的情况下 也算是最终终止了自己 最近的一个连败的势头 是 终结了二连败 是 那这个二连败终结之后 其实现在对于BLG来说 接下来虽然说近季后赛的希望 依然非常非常的渺茫 但是理论上依然有 拿下后面每一场比赛到最后 反正竟然是听天觅的一个 这个最后的选择吧 所以不论说是Dominus也好 还是BLG也好 也希望后面的比赛加油 但是回归到这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一波 还是在幻线期的那波运营上 那波运营DMO直接把自己 这把比赛所有的前期优势 全部都运营掉了 是 本身他们这个阵容选出来 我们也有说到嘛 发挥出来了中上野的一个优势 对 但是很无奈 被BLG成功地给化解掉 并且把经济给搬回来了 是 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解答了 为什么我们在BP顺序上可以看到 他第三首为这个Kinggan拿到了一个 其实并不算特别好打鳄鱼的一个铁男 就这一点上也算是解答了我们的一个疑问 是在于铁男这个英雄是一个 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英雄 就是在幻线期 我有天生的抗压能力 就是今天可能接下来要出场的 虽然说Foundplus战队 不是这个贡子哥的首方 但是这个英雄真的是在贡子哥的手上 得到了一个发行光大 这一点就在这里 就是我换线期我不怕你跃我 对 我们可以看到精致局限也表明了 在前期DOMINES是有小幅度的领先的 那么就是在那波运营的处理之后 BLG就把局势掌握到自己手中了 是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西叶跟GALA DOMINES的双C已经是拼尽全力在打输出了 而且这把比赛对于这两名选手来说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不好发挥 他们已经是在夹缝中找机会去 找机会去打出自己的一些所有的输出 但是很可惜的是DOMINES 包括这把怎么说呢 虽然说DOMINES在前期小有优势 但是关键性的差距在于 这把他们没有办法通过野球的一个优势 去完完全全球员限制住对方千决的一个发育 就千决不管说是在自己的一个刷野术 还是说硬记的刷新术上 都还是发育不错的 所以打到后期的话这种双射手体系 是DOMINES这里不太能够去处理的 是 其实这一波就是最后一个尾声了 就是金角最后一波没法飞进场的一波尾声 在这个情况下 基本上金角这个大招 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战场的转换 那么所以在这种DOMINES的这一波 完全可以以一个就正面慢慢推进的一种打法打 但是到了这一波金角 金角对就可以飞了 无人问津 对 而且Fofo打的确实好这一波 Fofo一个人拉住了对面双C 一个杜朗护盾 而且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把这个GALA这一管血全打空了 然后PINGGAN这个最后一榔头敲死 这是最终终结的一波 终结的这一波新魔 往里就是一个唇脉的角色 但是你会发现同样是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时候金角可以飞了 当金角能飞的时候 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 而且没有人挡住国豪了 而且GALA的输出环境真的是挺差的 对面突到你脸上来 在你大招交完之后 也就没有太好的一个办法了 是 那继续打完 势力保单方面 小鹏 西叶和Mark 依然是稳压着对面 那同时上单的话 阿乐跟Kinggan都是一个平分秋色 金角的人气依然是相当的高 前三角西叶 小鹏以及Mark 感谢各位小老板们 对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这一场 算是对于两支排在目前联盟 末段的两个队伍来说 算是已经是把自己的看家本领 全部都打出来了 真的 特别是第二把吧 我觉得还是挺有设计的 对 就是 其实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就是在于 我们现在排名在末段的一些队伍来说 他们现在可能只剩下操作了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算是 我觉得对于我们选手的一个夸奖 那更多的还是要在未来的一个团队性上 跟决策性上去做一个更改 但是这一场比赛的赛场之心 MVP给到了金角选手 是 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 对位经济 是领先了1700 这个整把比赛 5-0-6 这把比赛金角可谓是滴水不漏 没有漏出任何的失误 给到对面机会 而且在下路对线 其实在前期受到了压制的情况下 他其实一直能隐忍 这个应该算是对于可能 无论是金角 还是说BLG这个队伍 一直给到我们的印象 就是他能忍得住气 但是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赛季 无论说人员更换上 还是说打法的一个变动上面 让他们这个赛季 可能相比于之前 任性有所下降 然后可能会显得有些浮躁 但是在这一场设计拿下来之后 就不知道他们后面 能不能去找回他们昔日 尤其上个赛季的那种状态 还是要慢慢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的 对 那么我们这边收到消息 我们本场这个将会采访到的是 BLG的打野选手国豪 那我们一起把画面接入 哈喽 国豪 来 国豪给这个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BLG打野国豪 好 欢迎国豪 那么终于也是终结了自己队伍的两连败啊 那么这一次终结连败之后 心情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心情算比较好吧 因为就感觉 比较少赢比赛了最近 这赢一场还是蛮不容易的 确实啊 因为最近 胜利的感觉是个东西是需要保持的 那我问一个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尖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第一把比赛 事实上在我们看来 真的算是你们的一个西败局 那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你们是什么心情 而且队内是怎么调整的 嗯 结束之后就 大家就说没关系吧 然后就准备下一场比赛这样 团队的一个氛围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特别怕你在这种局之后 突然心态崩了 那就会影响后续的一个发挥 而且尤其对于金角选手来说 我觉得可能那个确实是蛮大的压力的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 是关于你的队友的 就是在BO3第二局嘛 上单的Kinggan选手 对吧 也是来到了这个首发席 同时选出了武器大师来对象猴子 作为你们队伍的角度来说 你们对于他这种武器的选择 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和态度 武器的话就是他觉得武器 比较好打猴子吧 就对线来说应该是比较优势的 所以他就这样选择 存对线的一个考虑 也是加入Kinggan选手自己个人的理解 然后队伍也给予了足够的一个信任 确实是发挥出了自己的一个风格 那同样的还有一个是在于 我想问一下在第二局拿出奥拉夫 几乎是把对方的野区砍烂的情况下 第三局对方前三首败到你的奥拉夫 那么你这首千决是怎么考虑的一个选择呢 就觉得我们这个阵容可以保下后排吧 然后千决大招 然后野区对抗皇子 就也不是都很难打 就算比较好的选择吧 在没有了这种强势性打野的一个情况下的最优选 也是保后排对于标记自己正体阵容的一个考虑 那好同样的还有一个问题是 最终的这个第二局游戏啊 就是五分钟左右 当时不是有一波上野的一个野区碰撞吗 那一波在对面皇子先手EQ 这个被你闪现躲掉了之后 那一波事实上对面还多了一个辅助 但最终你们是打赢了 我很想知道一下那波 你们最终队内是怎么指挥沟通的 嗯 当时的话就我们下路有包袱住miss吧 但是对面就皇子的位置太深了 就是我们上野觉得有机会反打就直接倒了 哇 临场的反应 抓机会能力特别强 是的 职业选手这种赛场的稍重技术的机会 也确实是要抓到 那最后一个问题好吧 因为标记也是收获了9这个非常不易的一个胜利 那有什么想对一直还在支持你们的粉丝们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嗯 嗯 就感觉粉丝们也比较辛苦吧 然后就谢谢一直以来的支持 然后 之后会以更好的面貌在比赛中展现 郭豪还是非常暖的一个大男孩 我相信粉丝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们 是的 确实也是辛苦 郭豪辛苦 BLG也是辛苦 一直在支持你们的粉丝了 好的 谢谢郭豪参与我们这一次的采访 谢谢 嗯 拜拜 啊 也确实是来之不易啊 因为感觉郭豪目前来说 整个人的状态是会有一种那种 就是结束比赛之后那种比较辛苦 然后放松的一个状态 那也是希望他们接下来能够越来越好 而且同样的对于Dominus来说 因为两支队伍离季后赛 事实上还有很大一段路需要去走 所以也就是wish them the best 嗯 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都可以加油吧 是的 那么接下来的一场BO3 将会是今天的一个非常重头的一个较量呢 将会由E-Star对阵京东 两支目前处在季后赛圈内的两支队伍 那么我们也是稍时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看第二场的一个较量